今天我看到Seed's Bose Wagon的時候 我想這個車色 本身就代表一種獨特性 買旅行車的朋友 很多人是希望說展現一種 我不太特別主流的那一種生活風格 那它的搭配上是不是很好 其實它的造型真的是很有設計感 因為它其實Seed的名字 是Community of Europe With European Design 所以你會覺得它整個樣貌 你說把Logo遮住 你隨便放個O-Seed的品牌 它不會有那一種違和感 而且相較於現在很多 很多Wagon誕生 你會發現它反而還帶了一點點文青風 好比說新世代的虎鼻水箱護罩 好比說它的飛箭型的LED的頭燈 然後跟下面的這個七把 整個加起來 然後再加上4米6的車身的設定 你會覺得它多了幾分的精緻跟秀氣 那再來我覺得要開一下引擎蓋 給大家欣賞一下 那你就是要講動力 或者是它的英文道的新科技的部分 對 因為其實最近剛好很多款Wagon誕生 對 那麼大家會覺得說 這麼多款Wagon誕生 那麼Seed它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其實坦白講 我們單講這個引擎 也很巧 它其他競爭對手也是1500的 大家會說1500渦輪引擎怎麼特別 但是它是所有金身對手裡面 是採用48V輕油電的 那它的動力呢 這個Smart Street 1.5呢 160匹 你不要只聽到160匹 你覺得說160匹那好像比吉他的對手好像還好 夠不夠用 對 那麼 但是它的扭力呢 是25.8公斤米 等於你光看扭力 它是比其他的對手要來的更多 那我知道會想買Wagon的朋友 一定會想要跟Chicota Octavia Golf Mariano 然後還有包括像這個福特的 都來比一比嗎 對 都來比一比 但是呢 它除了動力的配置 它不會遜色 當然它不會說讓你覺得很狂暴 塞起來好像那種高性能的跑車 沒有啦 但是它會更順 順的原因是它多了一個48V的輕油電伏劑 在它起步的時候 對 等於它在渦輪 你知道我們渦輪在運轉的時候 它是用排氣來增加進氣 它等於在這樣的過程 它可以避免掉你渦輪磁質感 而且呢 它的變速箱是用七速的雙離合器自首排 所以那個換檔跟動力的配置 銜接 你會覺得就是順很快 而且它的那一種精緻度 運轉的精緻度 裂合 不會讓你覺得不舒服 而且重點來 它的一公升啊 平均油耗是19 它上 就是改款前啊 16.5 就是不要跟對手比 光跟自己比 所以它這樣的48V 確實它的油耗表現也會更好 更好 它就是很明顯的進步 讓你有感 還有一個很有感的 我們剛剛提到的價格帶 它不是說我本身售價的部分讓你覺得 比較好親近 對 這一次 它其實有加了一些配備 對 但是價格上 我們最喜歡聽到哪兩個字 動漲 對 對不對 對 我就很驚訝 等一下我們就會看到 對啊 它跟改款前是一樣價格 你就覺得CP值變更高 沒錯 那等一下會進步帶大家來看 到底加了哪些的配備 然後來看看其他的配置讓德哥覺得欣賞的地方 首先先講 大家會覺得說 這一台Sport Wagon 以Sport Wagon為名 就是表示說它是動感的 它是具備運動性 那大家會說 它為什麼配17寸的胎圈 事實上我們先講 你就是主觀的來看 這個17寸的胎圈 它的質感是好的 就是造型是漂亮的 那另外就是225 45 R17呢 它基本上這個規格是比較容易買 就是大家不要忽略一件事 就是輪胎它是消耗品 那當你就是配置好輪胎 那開起來很爽之後呢 你可能會需要花更多的錢去換輪胎 那以買這個價位的呢 我覺得225 45 R17呢 這樣子的配置反而剛剛好 你比你到時候換輪胎 你比較不會那麼心痛 我們講到油耗的進步 講到我們可能大多數的人 都是預算敏感的買家 這都是攸關你日後 真的入手了之後 你的養護成本 所以德哥就說 但你不要覺得 這樣的胎圈配照 開起來不夠有意思 它事實上還是開起來 有意思的車 它的底盤呢 那個Q韌度真的很棒 而且呢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 它是48V 它把電瓶呢 是放在後懸吊的那上面 所以它在配送上 反而會讓你覺得更好 而且整個底盤的剛性跟紮實度 你是可以藉由它輪胎跟路面滾動的 這個過程去感受到 然後我們在側面 除了看線條之外 我剛剛一開始就覺得這個綠 說真的 我覺得它滿與眾不同的一種綠 對 綠色其實這幾年很夯 但是你看到它 你會覺得 它的配出來的樣子 確實就很好看 還有一點一直在講 旅行車最大的優勢是什麼 操控性之外 還有實用性 那就是空間表現 對 它的軸距呢 2米65 那你可能看數據你覺得還好 可是實際後座的空間表現 它其實是OK的 尤其呢 它的後面呢 還有出風口跟Type C的插槽 所以以這個極具的旅行車來講 你反而會覺得 這一台車不貴 可是它給你的精緻度呢 是你用身體能夠感受到的 好 常看我們節目的朋友呢 看我一坐進來 一定先觀察一下 我的腿部支撐 然後你一定會想說 中藝姐 你坐這個椅子 是不是覺得腳懸空 特別說明一下 今天有點不太公平 因為我今天 鞋子特別高 來來來 一定要給大家看一下我的鞋跟 所以 現在我的腿如果略略的懸空 完全是因為鞋子的原因 不然我覺得它其實是可以 蠻好的承托處 然後再加上椅面本身 因為在這一節 它有慢慢的延伸出去 所以支撐感很好 坐起來很舒服 西部空間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中間 你可能很在意 有沒有獨立出風口 然後下面一樣 有充電槽槽 以及中央一樣有扶手的置杯架等等 頭部空間 兩個拳頭 這一下你會想說 我在空間的表現上 我如果覺得坐SUV 很舒服的朋友 那 有時候坐旅行車 你會覺得 我空間 甚至於是後面的心理空間 完全不輸給同級駅的SUV 對 所以這個就是 又喜歡開車 又有載人需求的朋友 可以好好的來比較一下 對 那因為旅行車 其實講求就是這個風扇 所以你看到它上面 其實也有這個車頂架 是 那你除了可以幫它裝一個 活動的書包以外 你譬如說要衝浪 或放腳踏車 往上面放 對 你就會覺得這台車感覺 它的樣貌又變得更帥 那我覺得這台車在 就是它在低柱這個部分 我覺得跟賓士的 Sea Estate 有一點點相似 對 就那個風格 確實會有點相似 然後它 當然你會覺得它在設計上 還是很講究 包括它的尾翼 這個是具備實際老流功能的 然後整個尾燈 也是能夠跟車頭的頭燈相呼應 那它因為有提桿尾門 可是因為我現在鑰匙沒有戴在身上 它其實是有提桿尾門的 雙手拿東西的時候 依舊可以很方便 對 那再來我要講到它的行李箱 就是在改款之前 它的行李箱空間是625 那現在是521 為什麼 因為它後面我剛有提到 它把電池放在就是 等於後座下面那邊 那所以會略略影響到 一點點它行李箱的容積 可是在實用性 它還是很好 譬如說 它這邊 它有很多個隔板 你這邊還可以放火箭筒 對 就相當的實用 那或者是出去玩的時候 有濕的衣服 有泳衣就可以丟進去 很容易乾濕分離管理 它等於有兩三層 所以會讓你覺得 其實在空間規劃跟管理上 它算是有用心的 那你如果把第二排往前傾倒 往前傾倒以後 它就擴充到1585 我必須要講它光數據沒有那麼大 可是在實用性的部分 它其實沒有差太多 就是它不會讓你覺得說 這台車空間太小這個問題 好 謝謝德哥 然後接下來我們都進到車內 很明顯你就會看到 在這一次的改款之後 它確實在一些配置上 它可能更直覺操作的 這個優勢還保留 但是會讓你覺得更有科技感 接下來是耗生態 我們了解Seed Sportswagon 它在這一次改款之後 我覺得特別對於乘坐在車內 你會用到的配備來看 它加了一些配備 但是又凍漲了這個價格 真的很划算 對 宗綺姐 其實它的本來的設計上 它就是著重實用跟歐化 而且直覺 其實這樣的配置 對於我們這種從小就抹車 從18歲就抹車到現在 非常的friendly 因為我們很知道 這些直覺式的操作 比如說我今天要忙操作 開車開一開 我空調要熱一點 冷一點 音響怎麼操作 其實在現今是很難得的 因為現在很多車 是整合在一個螢幕裡面 你要進入一個主螢幕畫面 然後再分頁處理等等 然後當然 這是完全不同走向 但是車廠邏輯 如果是希望能夠讓 你在開車的時候 不要分心 我就是按哪裡 轉哪裡 我好像眼睛余光忙就可以 那我覺得確實很多朋友會覺得 我這樣子更放心一點 對 其實很多人 如果上了這台車 我相信它很容易就上手 不需要習慣 那再來就是說 它原本它就有一個比較好的基礎 就是說在歐化的體質之下 它的質感其實還是不錯 我們首先看它的椅子 它的椅子其實是複合材質 有中央的這一個 有點雖然是織布 但是有點像是 那種 碳纖維材質 然後它是兼具抗滑以及 耐熱 耐磨 耐熱 其實我們夏天 常常坐在真皮座椅裡面 哇 燙到燙到 好燙 對 可是這種材質並不會 那再來就是說 要清理 其實它比一般的織布好清理 那旁邊它也不失它有皮革的材質 加上白色的滾扁 所以你看就知道 這個是歐洲車的座椅 那再來就是說 它的整個中控台的造型 它有微微的像駕駛人的導向 那這個是 它也是延續它外觀上 SportsWagon的一個精神在裡面 除此之外 在它的儀表板 我以前它在12.3吋的數位儀表板部分 小該款之前是要選配的 然後是拿來當作限時贈送 可是這次在小該款上面 全部標準配備 標準配備之外 另外它因應了三種模式 這次新增三種模式 Eco Sports 還有Normal 然後它有三種不同的顯示風格 它更精緻 而且它的資訊更豐富 資訊更豐富的一個主要原因 就是它因為這次有48V的系統裡面 所以它有動力流的一個輸出的顯示在裡面 可以讓你隨時知道 我現在這台車是在充電呢 還是在輸出 這樣子的一個功能在裡面 8吋的這個中央的懸浮式的螢幕 它也支援了 這是新增的 無線的Apple CarPlay 以及Android Auto 這個是 我們現在就無線連結了 對 現在就無線連結 所以你就想說 沒關係 雖然說它原始的介面是英文介面 但是你一旦連結自己手機 誰不連結呢 對不對 其實一上車就是直接連結了 一點都沒有之外 而且還無線連結 現在也是越來越要求這個部分 對 那無線連結的好處就是說 你不會有線總是在那個地方嗎 那另外就是我剛剛講的 它有非常好的直覺 可是它又兼具了一些科技的功能 就是主流的趨勢都在裡面 加上它的這台車 標配Devil 2的DriveWise 那這個是本來的標準配備沒有錯 這次在小改款上面新增的 就是盲區的碰撞預防 就是說以前只有盲區的警示 可是這一次 譬如說旁邊有車了 你要右轉 可是它發現後面有車 它自動幫你再把它拉回來 這個是安全功能在增加 那後方的 現在講到安全功能 我就想到360度 360度 360度本來就有 但這次好像也有新增一個 什麼樣的功能嗎 對 這個是倒車顯影 它現在新增的一個功能 我們這個是正常的視角 大部分這個視角 都是這樣嗎 對 現在多一個模式 就是一個向下的視角 哦 俯視的 對 俯視 這個視角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看有沒有阿嬤 狗在後面 對 有沒有小朋友 再來是說 其實很多人 停車 路邊停車格 你有時候停進去 你不知道你到底突出了 還是進來了 這個時候可以對得很準 你就不用下車 這個阿太後面 多視角是好的 對 這多視角是多了一個好處 在裡面 還有我剛剛坐上這張椅子 因為一開始你就先介紹了 對不對 那我椅子的部分 駕駛座 它可以電動調整 電動調整 是這次額外的新增的配備 除了電動調整 不加價 八項之外 還有新增的 電動腰靠 電動腰靠 而且電動腰靠附架也有 因為我剛剛一上來的時候 我就想說 每個人體型不一樣 來看 這裡不是有一顆 圓圓的這一顆嗎 對 你瘦一點的朋友來 把它往前 對不對 對 胖一點的往後 腰部支撐更好 如果你是體型稍微 做瘦一點的朋友 沒關係 我希望椅子感覺越大張越好 我就把那個腰靠往後 對 可以因應身形這件事 確實也照顧到了 對 其實我個人非常喜歡 頂住的感覺 對 因為整個身心好了之後 長凸駕駛你才不會疲累 沒錯 而且這次還新增了 兩組的記憶功能 那這個記憶功能 當然很多人就知道 今天女王要開就是2 你要開就是1 女王開是1 女王是有危險 你開口了 我就剛剛就發現 為什麼女王要是2 女王是1 立刻改口 懂生存 對 自己就2 要懂得生存才能活下去 安泰座 所以剛剛講到的 確實就是 新增了一些配備 都是舒適性的 照顧性的 但是價格上 完全沒有任何更動 這件事情 在所有的品牌 幾乎都漲價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 它真的 就更香了 更吸引人了 沒錯 Gate王機械 從電視螢幕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首車宿報導 年底Toyota的全球 這是樹立像 我們現在試駕了就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冷氣要行動 你也看不到吧 台下油門 地常低線 邀您一起上線 在這張 地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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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支援